军费1.6费的卡组该如何操作 开局是直接分炸天兵 对对面两路防守 看上他怎么防 他下转机来防 那么我斗子直接右边蹭血 但是他刚好交了个电斗子 把我的火斗子给防下来了 才能下个吹剑 捷在他的胳膊里 小骷髅嘴会饱 看上去对面会下什么地面刺客之类的 鬼路直接预判了成绩 因为我费用要满了 这个黑王子的话 小骷髅先拉扯一下 再炸天兵来拉扯 因为这波我是要进攻他的 看上怎么防 右边先下冰斗子去蹭 左边的话用吹剑来吹他的女皇 一路吹他隐身的话我就跑掉了 但是他的刺客过来了 我下了个冰冷挡 再被迫补了两张冰 这个小骷髅倒是没有下得太好 被迫再补了个小冰斗 再停炸天兵去进攻他 家里的话有火斗子有鬼末 但这波我想去交电斗子了 由于炸天兵炸了一下 看到怎么防我 下黑王子 那么还是小骷髅加战兵 先下冰斗子了 小骷髅怕被他预判 然后准备再下战兵 看到怎么防 下女皇了 那么这个吹剑是没敢下 因为我知道他有刺客 先下冰了 一会儿再补小骷髅 下火斗子去进攻他 电斗子是不用补了 他下了刺客 那我这波他刺客没有掉血 我是可以选择激活他的 用两个小飞来拉扯到国王塔 然后再准备分炸弹兵 因为他没有女皇 他不能截两路的炸弹兵 他的他的卡都是三费以上的 下了个超级 那超级还是可以拉扯到国王塔 接下个吹剑 他如果跟兵的话 就别拉扯到国王塔了 下同样的话就接着拉扯 火斗子 这下兵都继续蹭他 右边炸弹兵 他手左边的话 右边就得被炸 再下吹剑 纹目先滚 再补一个电斗子 左边这下火斗子继续蹭 右边有小骷髅 右边底上兵人 左边炸弹兵 双路进攻 他只能守一边 如果他费用不够的话 他下超级的话就下不出黑王子了 左边又被炸了两下 我再车里推荐 再下小飞来拉扯他 还是往国王塔拉 因为手上没有兵人了 这边我还是先滚木 再补兵人 但是滚木混早了一点点 再把是失误了 左边再跟炸弹兵 他有黑王子有刺客 下黑王子解拉 那我左边沉底 小骷髅顺便过牌 右边先跟上电斗子去进攻他 冰斗子去挡一下 是冰斗子 再跟火斗子 但是他被他刺客传吃了 我左边要跟炸弹兵了 没有跟炸弹兵 我下了一个吹剑 左边炸弹兵就给他压力 他下了转机 他就下不出超级了 右边滚木 滚木混个火斗子 电斗子是交多了 左边再跟上炸弹兵 他下刺客解 右边被吹了几下 我左边下吹剑 因为他毒药一直有的 我可以下左边 他说左边 他毒不到右边的塔 右边转机到火斗家滚木 左边再下炸弹兵 滚木预判一下 看他下什么 还是下超级的话 最后预判没有用了 右边火斗子再去蹭他 被他电斗子挡下来了 我在拉扯 被人挡下的时候 赶紧下炸弹兵去进攻他 他叫了毒药 滚木预判一下 黑王子 炸了一下 再下锤剑 右边火斗子再去蹭 加炸弹兵 给他压力 让他防守 左边直接顶上兵人 右边有那个兵斗子 加滚木 再滚上小托弹 解他的刺客就行了 兵人要进塔了 兵人一个磕头式进攻 加一个暴力伤害 直接带走他 他就会放下来 我去採取下车磕头 我去採取下车磕头 我去採取下车磕头